汉光三十七号演习前 军方实施大型预演 在今天早上也继续如火如土展开 不过其实前一天是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 军方也非常低调前往战备道南边的万应祠来祭祀 而实际上早在十年前 军方就曾经安排在战备道起降 当时演训时间是十一月份属于屏东旱季 只不过在降落期间却因为连日下了雨势 临时更改任务 而今年八月下旬 当地除了发生大火车事故之外 又出现战机机笔插土事件 这回军方请往祭祀 除了是在民俗越尾普渡无主仙人之外 似乎也是要祈求演训能够顺顺利利 幻象战机顺利着陆触地 E2K空中预警机也对转跑道着陆滑行 汉光三十七号演习前 空军实施大型预演 七号上午继续在屏东平北机场 如火如土展开 但其实前一天是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 军方也低调派员 前往战备道南边的万应祠祭祀 军方人员碾香诚心祈福 尤其就在上个月底 一家隶属于花莲基地的双座F16B 进行战备道起降预演才不慎冲出跑道 导致鸡皮插土 类似情形当然不能再发生 过去战备跑道跟省道在开辟的时候 有挖出了仙人的遗骸 那有散心的民众放在附近去做供奉 事实上早在十年前 军方就曾安排在战备道起降 而当时演训时间是11月 属屏东旱季 只是降落期间 却因为连日与世 最终临时更改任务 让战机低空冲场 地方也一度流传 军方是否没向当地神明菩萨 先人领旨拜会 而今年8月下旬 当地除了发生大货车自撞事故 又出现战机演训意外 也再次引发外界联想 我们也提醒军方 因为这个钟元节的礼俗 也去祭拜禀报一下 飞机会在这边起降 就怕即将实施的汉光演练 跟起降预演不顺遂 军方这回前往祭祀 除了在民俗越尾 普渡无主先人 似乎也是祈求 整体演训能顺利 避免上演意外插曲 记得苏树伟片报导